乔女士和老伴尚先生有一辆小面包车 平时开的也挺小心 可是这一天一个没留神 倒车时候把别的车给蹭了 倒车蹭了别的车赔钱也是应该的 本着负责任的心情乔女士跟着对方到了4S店 肯定又有别的坏的地方了 需要我加钱了 担心赔的钱不够 乔女士正想嘱咐老伴去取钱 可对方车主却跟乔女士说了这样一段话 走了以后吧4S店给我 就是他准备修车了 一查呢 看那个漆是我车上的漆 不是他车上的漆 他说如果这样的话 我的车就没有必要修了 但人家的新车你要知道 他说这样的话 没伤了我的本漆我就不修了 所以我来给你送起来了 太出乎意料了 因为他的钱可不可以不给我呀 可以可不给呀 因为我们俩不认识互不相知 不认识 我已经走了 他也找不到我 我也找不到他 他能这么诚恳的 这么诚实的把钱给我送回来 我感觉到非常感动 乔女士说 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半个月了 但是他始终觉得欠对方一句谢谢 随后在记者的见证下 乔女士联系上了当时的车主 不是什么事 就是你要是不还人钱吧 自己亲力也过也不去 这都不是什么大事 然后就说了 这样